音訊表演的版本 都是書上的 就是讓你們確認你們有讀書 第一個是平板流 它的H是這樣畫的 然後這邊書上 用簡單的方式它直接這樣下來 然後再這樣下來 那當然這邊你可以畫 這邊其實是虛線 你也不記得畫到這個地方 這邊本來就是transition 並不是很穩定的區域 這邊呢正比於 x的負二分之一 那這邊呢 正比於x的負五分之一 OK 那原因呢是什麼 它的趨勢的原因 因為這邊是bundle很薄 越來越厚 bundle乘1 2分之1次的次方往上漲 所以呢它的變後所以h變下來 那同樣這邊也類似 也是transition上去以後 因為tubulance的flutuation很強 那但是它隨著邊界成變後 它就掉下來了 那這個趨勢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Nussel number x Limiter的時候是正比於 雷諾數是二分之一 或者是 五分之四 那Nussel number又可以把它寫成h x 除以kf 好那所以呢 如果它是正比於這樣的話 當然我就把h呢 h就 正比於這個連絡數的 二分之一 再除以一個x 好那這邊是 連絡數的五分之四 再除以x 好那因為這邊是x四方嘛 所以當然就翻過來 這邊就變成 x-二分之一 那這邊就變成x-五分之一 OK 所以它的趨勢會比較緩和 那這題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那第二個呢 這邊就講到說這兩個的差異 這邊是10的四次方 我們知道它整個流流流到 後面的separation的時候 它都沒有 都是laminant 都是laminant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一樣 它的這邊是 變界層次比較薄 所以它的h 比較大 然後慢慢增厚的時候 那它就變下來了 變下來到這邊呢 就發現它已經開始 separation了 就發現separation 那separation造成很強烈的漩渦的時候 反而是把它的後面的那個交換變強了 OK 好那這個呢 是你會發現它怎麼多了一個 這個原因是因為它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因為它是2乘以10的6次方 它遠大於5乘以10的5次方 不能說5乘以5的4次方 因為這個結合形象不一樣 但它的order確實是遠大於 10的5次方 所以它在其實走到一段的時候 它就已經開始 tribulence發生了 所以這邊是tribulence的擾動變強了 所以h變增加 可是慢慢到一個程度 它又開始慢慢變薄 然後接下來呢 它就是產生了separation separation 好那它separation發生比較晚 然後它發生separation之後 然後它又造成了漩渦增加 所以它的趨勢 就有比較多的轉折 好這個書上呢 有談到的東西 我們上課也有提過 好我們今天這個就到這邊 好那我們繼續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把第9章做一個結束 我們今天會結束 那我們會把一些 重點我們再看一些 因為第9章我們不會全部交 因為它後面有很多的應用 不同啟動形狀的那些太複雜了 對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並不適合 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處理那麼多的細節 但是我們會稍微點一下 那首先呢在上課之前我們還是要再回頭再稍微講一下 因為上次下課的時候有些同學還在問這個地方 就不太清楚 好我們在這邊再次重新強調一下 就是這個地方是談到 在一個垂直板的 我們所用藉著無音次化解出來的 解析節 那 那它解出來的東西呢 它的速度profile 無音次化的速度profile像這樣 那 跟這個 溫度profile是這樣 這兩個地方 那這兩個地方我們其實可以看出一點點關聯來 也要結合到我們現在是 因為我們現在是自然對流 所以從自然對流的角度 你就看到有一些趨勢 有一些特性 是可以讓我們進一步去看出來它的差異的 像比如說我們先看到這個地方的速度 這個速度 然後這邊是溫度 那我們上次一直強調我們的自然對流是因為 溫度造成的浮力 溫度造成浮力造成密度的差 然後帶出來了浮力 帶出來了浮力 所以這個Driving 4是起始於溫度的不同 OK 好那 所以當我照 像以我們這邊來看 它有不同的pranter number 那pranter number 它對於熱的傳遞量是不一樣的 那以我們這個pranter number很小的時候 比較小的時候我們知道 α很大 所以它熱傳遞比較有效 它可以傳到比較遠 那既然傳到比較遠的話 它就可以產生溫差了 所以它的溫差就產生之後 它就造成浮力 好所以我們這邊來看到 當我們這個溫差 如果pranter number很小很大的話 我們的溫差很難產生 對不對 我們熱傳遞很有限 所以它的熱邊界層相對的比較薄 一個是比較厚 一個比較薄 但是在比較薄的時候 可是我們對應到有趣的事情說 當我們這個比較薄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邊界層還是蠻厚的 對不對 熱邊界層很薄 可是它的流動的邊界層並沒有那麼的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我現在在這個 如果說我放的那個相對的大的話是 我的NU是相對的很大的 所以很黏 表示我是很黏的一個流體 所以當我在這邊溫度再擴散到這裡來的時候 我在這邊產生了浮力 可是外面並沒有對不對 外面並沒有 因為它沒有溫度差 可是這個浮力呢 會把我的流體往上拉 會往上浮 往上浮的時候 因為我很黏 因為我這個流體也非常黏 所以我這一拉就把外面比較冷的 雖然它還冷 它沒有什麼浮力 但是被它拉動了 因為它很黏 所以這個 momentum的擴散 達到那個影響 所以就拉上來了 可是這個拉上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邊界層也蠻厚的 並沒有因為這樣 就變得很薄 可是呢 它的速度量就很小 為什麼 因為它速度非常慢 因為都被黏制性拖住了嘛 對不對 它浮力就這麼多 然後分散給大家 大家平均分了 所以 所以 共產一下 大家變得很窮 所以呢 所以 趨勢就不一樣 大家趨勢就不一樣 所以它的邊界層並不薄 但是它的速度很薄 速度很小 原因就是因為我 我是因為我浮力 有限區域的浮力所帶出來的 OK 那所以我的浮力並不大 以至於 但是因為我黏制性很強 所以我把速度邊界層就拉大了 但是我的速度 大小就這麼高 這個是它的一個特性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呢 在這邊看 邊界層 因為我們上次有提過 在強制對流的時候 我們知道邊界層的後圖跟Prentor Number 三分之一次方有關係 你在這裡其實你看到 還是有一定的關係在那裡 但是不是用三分之一 速度上也並沒有提 但是你會發現 它確實還是跟 那個Prentor Number有關 而且還是影響蠻大的 雖然這兩種的機構 機制 運動的機制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這一個是靠自然對流拉動的 那另外一次就是強制對流在動 然後中間的不同的 藉著不同分子的擴散能力來傳 那機制是非常的不一樣 可是它的數字其實 但是還是有很大的關係在 比如說我們來看 如果說是我們看到Prentor Number等於1 那當然你看它的邊界層 厚度應該差異不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看它 等於1的時候 其實它的熱跟連制性是類似的嘛 所以事實上我們會看到它 如果是1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也差不多 對不對 那它5到6之間 那是5到6之間 所以它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翻過來看 如果是1000 我們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 1000來看 那1分之1次方 那就大概10倍 那那個10倍來看 我這邊大概就是 0.5到0.6之間 0.5到0.6之間 那這邊呢 也差不多5到6之間了 對不對 也差不多5了 所以也差不多有個10倍左右 所以它確實有一定的關係在 還是跟Delta的 跟Prentor Number的次方 還有相當的關係 那只是說它的Driving Force很不一樣 那數字到底並沒有探討說 它是不是1分之1了 OK 我也沒有再進一步去探討 找到到底這邊跟1分之1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並不是那麼重要 重點是還是剛剛我們看見的 就是 確實跟Prentor Number還是有一定的關係在 那 那個方式 那個趨勢還在那裡的 但是它兩個跟強制Driving Force 自然就有兩個趨勢是 基本的運動的機制是完全不一樣 是需要注意到它的差異 OK 這邊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上次有好多同學都在談 這邊到底是 什麼回事 有沒有 還沒有問題 沒有講清楚的部分 還是要再出名的 有沒有 看起來大家有一點 眼神有一點 有沒有問題 再給你們10秒鐘的時間 你需要知道從這個溫度 不然怎麼講 你需要知道 Maybe 我還會再考你們這樣子 你需要知道它的溫度 趨勢 它所帶出來的 你從它的溫度 你可以去推想 它所帶出來的運動會是什麼 然後你從它的一些不同的 Properties 你來再推想說 它的影響 比如這邊的影響是什麼 它造成了什麼樣的 運動的趨勢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過 在邊界因為粘滯性被拉成0 那這邊是浮力比較強的地方 浮力因為它溫度差比較大 它浮力比較強 可是它又被 被粘滯性拉住了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個peak出來 有一個peak在這裡 然後靠近邊界層這樣 然後後面呢 它因為溫度的差異越來越小 所以它的就減弱了 比如這些趨勢你需要能夠 抓得住 你要能夠 說明 講得清楚 好吧 好的 如果沒有我們就繼續往下了 好 那我們上次呢 就講到了這邊部分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看 兩個例子了 先看9.1跟9.2 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呢 9.1是比較單純 它純粹讓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自然對流的邊界層 大概是如何 跟一個強制對流的邊界層 一個比較 其實我們心裡應該可以先想到 自然對流的邊界層應該是蠻薄的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呢 蠻厚的 對不起 應該是蠻厚的 為什麼 因為它 它的浮力很有限 它力道非常有限 所以它能夠把這個邊界層推起 變扁的這個力道是很有限的 另外呢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如果邊界層厚度越薄 我的熱船會越好嘛 對不對 因為它的溫度梯度會比較大 所以我hdelta delta t那個h會比較大 那顯然我們自然對流是很弱的嘛 對不對 既然它很弱表示說 它的h一定會比較小 h比較小表示說 換句話說 就表示說它的邊界層相對比較厚 那個速度 那個溫度梯度 它在邊界上 沿著y方向的溫度梯度 是比較 沒有那麼 懂 你也可以這樣想像 那我們今天實際 實際的來做一個演算 它就讓我們來比較一下 看看 一個自然對流跟一個 不是太強烈的強制對流 它的 狀況 它的邊界層做個比較 好了 它現在就是說如果有一個 0.25米長的 垂直板 好的 溫度在70度 就 就 懸在空氣中間 空氣溫度是25度 那讓我們來 估算一下邊界層厚度 在這個trailing edge of the plate trailing edge就是尾端 leaning edge是它的頭端 下端 這邊是下面 然後它的尾端叫trailing edge 那 像我們再來算一下 它邊界漲到這個板子的尾端的時候 它有多厚 好它這個如果說 它說這樣的一個厚度來跟一個5米 每秒5米的這個氣流速度 所造成的強制對流的邊緣成 來比較一下 那大概是多少 好了那 那當然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來看到一下 這是一個等溫幣 一個等溫幣 所以我們前面用等溫幣的公式就有了 那你說要等heat flux 後面輸算也有 只是它我們現在 我們並沒有講那麼多 你要去看書上仔細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這邊輸到 我們在這邊所主要介紹的都是以等溫幣比較單純的方式來考慮 那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以後你在這裡去看書 再去找資料 那 所以它整個環境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是0 就是靜態的 第二個是假設有一個強制對流 每秒5米 來比較一下 好那 接下來呢 我們當然就是要去找一些我們要估算的公式了 那首先我們要看一下 如果自然對流的話 我現在需要處理 Gratural Number 然後Gratural Number 我要看它到底是Limit還是Turbulent 然後我要用到適當的公式 那書上當然就有 在有Limit還是Turbulent 適當的公式 而且 它甚至還有後面我們會用到它在 Transition都發生的時候 它可以Cover到全部的 比較 比較複雜的 或者是比較精準的公式都有 我們會不會慢慢會用到 好了 那我們當然第一個我們要先確定Gratural Number 當然確定Gratural Number之前 我所有的一些Property要搞清楚 像比如Beta Beta是用多少 因為它用TF-1 那TF用是什麼 還是一樣我們的Film Temperature 就是平均溫 對不對 就是 板溫跟環溫的 1分之1 所以你用這個溫度把它找出來 它的Beta 然後長度呢這邊是我們針對我們的 總長 然後溫差在這邊 然後New 平方把它放進來 這個都是用這個 我們這邊所說用環溫所查到的一些 Property 好那這樣算出來之後呢 我的Gratural Number是6.69乘以10的7次方 顯然它是Lamina 它還是在Lamina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這個 25公分的一個 一個板子並不是很長 所以在 溫度70度外面是25度 中間差45度的溫差 之下它的 Bundering layer其實還是一個Lamina 你可以去想像 它是一個Lamina的 一個 它還並沒有開始 Transition震盪 它沒有 因為它 距離還不是很長 它所得到的 Ratural Number呢 只有 不到10到80 所以還不到 好所以是一個Lamina的狀況 那Ratural Number呢把它乘進去 乘上一個0.72 所以乘上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去 知道說 它的 狀況 它的 Flow的狀況 那這個Flow的狀況我們可以用Lamina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我們剛才的那個 圖 我們剛才那個圖 那那個圖呢是針對一個Lamina的解析出來的東西 好 因此我們知道說 我們的Print Number大概在0.72的時候呢在這裡 那我們的這個 Ada 這個Ada大概就是 數上它選6了 他說大概大概在6的這個地方 因為實在我們這邊看不是很準 我們就說好我們用6 那所以表示說這個Ada是在6的時候 是我的邊界層的位置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就要把這個Ada 5英式化的Ada 轉換成有英式就好了 對不對 就換句話說我就把那個Y 這等於0.6 我就把Y這樣拉出來 乘回來 然後我就可以得到我的Y 好那我們就做這樣的動作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Y值 換句話說就是我的Delta在L的地方 所以它這邊就可以用這個6這邊來做 用這個 這個來做 好 好 所以我把它換出來了 就把這個Grasher Number等等 就把它拉出來 那之後我們就可以得到 它的Delta是0.024米 所以 2.4公分 大概有這麼厚 這麼厚這個Bundle layer 大概可以想像 這樣子 20幾公分的板子 它產生的這個Bundle layer 大概是這樣 有這麼厚 OK 好 如果說是我們來看一下強制對流了 強制對流我們前面也教過 那它的Radio's Number 我們算出來是 將近7乘以10的4次方 它也是一個Laminar 因為它沒有到10的5次方 5乘以10的5次方 它是Laminar 那它是Laminar 那我的Delta呢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前 流利所教過的 它用5.0 然後 乘上X 或者這裡是用L 雷諾數的1分之1 那算出來的是 0.0047m 是4.7mm 對不對 0.5個 公分 所以大概這樣子 大概這麼厚 所以表示說它差了 差了大概有幾倍啦 大概有5倍 大概差了5倍 所以它的厚度確實有好多的差別 所以 我們從這個例子 實際上看到 在 自然對流 因為它的浮力實在是蠻弱的 所以 它的熱傳比較差 它的Bundle layer是比較厚的 OK 好 它這個傳向 也比較差 好 好 那另外呢 它這邊還有做一個說明 書上還做了一個說明 它當然第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 自然對流的邊界層 通常是 小於強制對流的邊界層 大於強制對流的邊界層 那另外呢 它說在第二個 做算第二題的時候 其實 這邊會有自然對流 跟強制對流 對不對 會同時存在嘛 因為我 加了一個強制對流 但我原來自然對流還在啊 那它進去就來看看說 這個狀況之下 是不是可以忽略自然對流呢 它就把它拉進來 就是我們這邊有教過 如果我的GrasherN 除以雷諾數二次方式 於元小於一的話 其實是OK的 是表示說我強制對流為主導 自然對流為伏 那這邊它就把它算出來 它大概0.01是元小於一了 所以表示說是OK的 所以在這種只要我用5公尺 在風速再去吹的時候 你其實 自然對流已經沒什麼 影響力了 主要是以強制對流為主 好 那這個例子大概到這邊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第6.2這個例子 6.2開始做一點定量的應用了 好 我來看一下它的題目 好 它這邊說呢 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Trimony 有一個Trimony 這邊是一個Trimony 一個煙囪那樣的東西 好 然後呢 這邊呢 有一個玻璃性的擋板 它主要是說 我讓我的冷空氣不要進去了 所以把它擋住 好 那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高溫 然後呢 接下來他說這邊的 因為有 裡面有 有火 所以它的表面溫度比較高 它可以維持在 232度 C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我自然會產生 兩件事 第一個 我是那麼高溫 我是有radiation 對不對 我會有radiation 出去 那另外呢 因為我是高溫壁 所以我這邊呢 安靜的流場裡面 我也會產生 自然對流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都會存在 那它現在就是說 讓我們來看看說 這邊的影響會是多少 好 那這個 這邊的Q convection大概是多少 好 它現在大概就是要我們來做估算一下 這樣的話我有多少次自然對流會從這個玻璃跑出去 好 那我們 它這邊的尺寸當然就告訴我們了 高度 寬度 溫度 然後環境溫 然後它叫我們來算一下 那在這個算的時候呢 我們就按照我們前面 所 所應該會處理的 比如說我的β是多少 我的pranorm number等等 我是多少 new是多少 那基本上我還是用TF 用我們的film temperature去查 假設我們都會查了 把它查出來 那我的β也會算出來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算它的Q 那在Q的話 我當然就是要找一個h bar 或是平均的這個nush number 好 那當我在算的時候呢 我當然就需要去確認我的rading number大概是多少 那它就把它算出來之後 我發現我的rading number是 1.81乘以10的9次方 這已經超越了10的9次方了 表示說它已經進入 Turbulence 好 所以它是Lambna跟Turbulence同時存在了 就是 下板呢 這個板子 因為它的浮力相對的強 因為它溫差大 好 那所以雖然它的 事實上它也比較高啦 因為它這邊有高度是0.71米 表示它有71公分了 所以大概也有這麼高了 所以這個高度夠了 而且溫差夠大 浮力夠強 所以它確實產生 它拉到大概將近一半的時候 就已經產生Transition 因為它是1.8嘛 它是1.8乘以10的9次方 所以在1的地 我們大約說在1乘以10的9次方的時候 它是Transition 所以大約在將近會有一半的區域 上半的區域是已經Turbulence OK 所以你必須要考慮到這兩部分的效益 好啦 那這邊就有一個公司 書上這邊有 你可以回去再仔細看 我們沒有很仔細的講 那書上 課本內容裡面 它就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柿子呢 它是可以cover 同時它可以cover 不要分兩段了 直接cover到 Lambna加Turbulence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是比較 sophisticated一點的式子 所以它書上就選用了這個式子來做 那它可以找出來 Average Denusial Number Average Denusial Number呢 就我們按照我們的 Rail Number 把它放進去去算 那所以算出來 它的Nusial Number是147 好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換 回推我們的h 我們回推的h 我們發現h 這是7啦 大概是7 我們前面講過這個數字 我們在自然對流的時候 大概order都不容易超過10 對不對 我們大概講過5啊 10啊 之間 大概 10以下 這邊我們又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又有一個印證 我們確實看到 自然對流 這個垂直板 而且溫差蠻大的囉 高度也高 Lambna加Turbulence 它也不過就是7 不是很高的一個數字 好 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它的瓦數啦 就照算了 就1060 我們就可以把它算出來 大概 現在這個道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那接下來 蘇照友說一些comment 我們到時也可以看一下 他這邊就有講到說 除了convection natural convection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radiation 那radiation 大概會是多少 他也 顧一下 也顧一下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知道說 這邊是一個玻璃 玻璃其實是一個透明體 那我們如果不 不講過 穿透率的話 其實裡面會有火 會另外他有emission 會穿透到玻璃外面 但是如果我們只講 玻璃本身的放射 我們快要交到radiation了 那有些property 我們也會看 那我們假設 我們只看 玻璃本身的放射 我們忽略它裡面的穿透 它會有很多的穿透 而且那個穿透要看它的波長 有很大的關係 那等到我們到radiation 我們才會去講 那如果我們假設 只看它本身的放射的話 其實玻璃它的放射係數蠻大的 0.9到 不到1啦 但0.9 0.95之間 其實玻璃的放射係數是蠻大的 書上這邊也查到0.8 0.9之間 所以它這邊就說假設我是用 它是一個黑體輻射 假設它是非常有效的 放射系 放射 那 所以它是一個 完全放射的 這樣一個 一個狀況 那當然近視了 它為了 只是做一個近視估計 當然這是OK的 因為你大概0.9跟1.0 沒有差 差個10%左右 那雖然 就說玻璃雖然是透明的 可是它的放射率其實蠻高的 就像水也是 水也是透明的 可是它的放射率幾乎是1 0.98 0.95 那 那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把它算進去 Epsilon Surface AS 然後 這個 這個 然後接下來我們把這個Sigma把它放進去 好 那 所以我們就按照 我們所帶的 把它算出來 你會發現呢 它的瓦數是 2355 我們來比較一下 它剛才是1000多對不對 1060 這邊是2355 兩倍多 所以Radiation在這裡 蠻大的 因為它已經 溫度相對的很高 已經 200多度C了 對不對 200多度C的時候 Radiation就很明顯的 效益就很大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注意到 Radiation你是不能忽略的 Radiation其實是不能忽略的 只是數量並沒有告訴我們 說我們要去 去算 但是這邊 comment裡面 它做了一個比對 而且這個差異當然跟 因為Surface Temperature會越差越大越多嘛 因為Surface Temperature Radiation是四次方對不對 所以它的增加的幅度是越來越明顯的 你H的增加並沒有那麼大 自然對流的 增加H是誰的 我想請問一下 自然對流 隨著 我們看它的趨勢 趨勢有點往上的 它的趨勢蠻弱就是 那 請問一下它 簡單的告訴我一下 當我的溫差越大的時候 我自然對流的 H 會不會改變 那個H字會不會改變 不用講太複雜的一些東西 只用最基本的Physics就可以了 OK 會不會 為什麼呢 對 對流強度越強了 對不對 你溫差越大 對流強度越強 你邊界層就會變薄 對那個Driving Force越來強 所以H字的H是會增加的 OK 你邊界層會變薄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 一個線性的式子 所以它確實是 自然對流水 你的溫差事實上有在改變 你溫差越大 它的H會越來越 也會增加的 它的散熱效果也是會增加的 主要是它的Driving Force 變大以後 它的邊界層會變薄 好 OK 那這個例子 大概就說明到這裡啦 那我們接下來呢 回來我們再繼續把我們這一張的一些 後續的東西再做一些說明 那我們這邊大概都說過了 然後接下來呢 它就會講一些 Some other flow condition 有一些其他的 flow condition 自然對流水太多了 像比如說我們這個是一個板子 平的 斜的 然後 上面是 熱的或是冷的 OK 所以有各種情形 都有可能發生 說你的板子可能是朝下 氣流是這樣來 散熱 或是朝上 氣流是這樣的 各種狀況 這只是一個板子 OK 那你還有一些 其他的 各種形狀 那柱子啦 什麼其他 還有這種方形的啦 那還有內部的 比如說內部 比如說一個空間在裡面 裡面也會有溫差 也會造成 自然對流嘛 所以各式各樣的情形啦 那我們不可能每個都探討 我們只會 針對幾個代表性的 或者比較單純的來說明一下 好我們 也 那對這本書上來講 他就會稍微講一下他的一些 畫一些圖形 然後他主要是把那個 equation 那個relation 那個National number relation 就告訴我們怎麼用 他就是把它 把它介紹整理出來 但是我們稍微看一下 好我們稍微了解一下 他的可能的流 流體狀況是什麼 像比如說那這樣一個 這樣的一個 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他的ts 我們會發現 他是 他的flow是往下的 好 什麼樣的狀況他是往下的 我們講的 自然對流 我們都會想到往上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是 熱物體嘛 熱surface 我們都會往上 對不對 那他會往下 往下表示什麼 他是個冷的 對不對 那個板是冷的 所以靠近板的那個 密度是變大了 所以他就沉下來了 所以正好反過來 所以正好反過來 好啦那以這邊來看 那這邊沉的時候呢 他往下 這個很自然就往下 往下 可是呢在這個 板面呢就有點麻煩 這個板面 因為他要往下 他其實他不會這樣乖乖的下來 對不對 他如果冷到一個程度 他就 就往下掉了 他重力直接往下拉 就有點像反過來看 如果說 你一下catch不了這個 你來看這個也可以 那這邊來講 你會發現呢 這個 這個浮力 浮力是 往上的對不對 所以他頂著他 所以他繼續往上移 所以下板沒有什麼問題 下板就是 就不會發生什麼特別的 他就往上推就是了 可是在上板比較麻煩 因為上面沒有限制 所以他浮力到一個程度 他就 他不見得要順著你走 對不對 他浮力到他就往上走了 所以就發生這種現象 他就會發生說 他往上 他就 他就已經 浮力夠上了 那夠上去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現象 他會造成流場就相對的 複雜的多了 對不對 因為當他上去的時候 我這邊的空氣 我要回補 對我要去補他 對不對 你不能變真空嘛 那我要補他我從哪裡補 從上面有拉回來嗎 好像也拉不回來對不對 其實他就會 就會造成相對的複雜的流場 那 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如果說 你沒有把他做得很穩定的時候 他會發生震盪 好 那如果說你能控制很穩定的時候 你會發現呢 他可能會形成一些穩定的狀態 穩定的狀態 他這邊上去之後 那他的氣流從哪裡來 他從側面再進來 從這邊再插進來 他其實會變成 有時候會變成一個交叉狀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否則他沒有地方來 所以他就會 他會自動讓開 變成這樣 然後交叉這樣過來 這是又發生的 在有某些實驗 他維持到特別穩定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種現象 當然如果你動態的時候 他就會 就會變成震盪 OK 那 像這邊也是 那 以這個case來講 他這個圖其實我有點 我覺得有點問題 就是說 我們看這個 這邊類似 冷了我們就不談了 我們看這個圖 其實這個圖我不曉得 他畫的邊界是不是 真正的邊界 如果不是真正的邊界的話 我就可以比較可以理解 但是 如果是真正的邊界的話 其實這個流體不是這樣走的 OK 這邊不會這裡往上 它是這樣來的 從側邊進來 OK 所以他書上這個畫的圖 我看一下 這個才是對 這個也不對 這個也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不對 這個地方是不對的 當然有可能他是說 我只是取 取一小段 真正的板子是很長的 那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 OK 就是說 你看我板子在這邊 我要浮上去的時候 我的氣流其實從這邊來 實際上從這裡來 從這裡來 他從側邊就會過來 然後這邊浮上來 這邊浮上來 可是如果說他板子更長的話呢 這就很有趣的現在就會發生 那就像他這邊畫的是說好多個 好多cells multiple cells 你看他這邊有好多個 那實際上這個趨勢是 是有點問題的啦 那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說我建議一個板子在這裡 那我這邊先不看他 我只看一邊 那 這邊是要 這邊是熱的 他會有上浮對不對 他上浮結果他就把冷空氣就要吸進來 對不對 因為他 就往上走 他就會吸進來 那吸進來之後他上去了 其實他走到一個程度 因為他一直在加熱 他浮力夠了他就往上走 他不會再乖乖的一直這樣 他有自主性 他要往上走 那接下來呢 我現在是一個很大的板子 那我要往上走 那我前面怎麼辦 我不能變真空嘛 對不對 那我會變成比較低壓 因為我這邊會變成一個低壓區 因為我一拉就相對 我在這邊抽他對不對 所以這邊其實壓力會稍微低一點 那這一低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他需要從外界補進來 會補流體進來 所以他補流體進來 你會看書上 他通常一般的課本都這樣滑 他從上面拉下來 他都這樣從上面拉 其實不是從上面拉下來 你想想看 當然我的氣流已經上去了 我們上次講完 我們再下課 我們上去以後 我怎麼一般又拉下來 對不對 沒有這種道理 我怎麼走走走走 又被拉下來 不可能 所以他不是 他並沒有被拉下來 他繼續走 可是問一下 你要怎麼補他的氣 對不對 他留了一個 這邊的氣你要補進來 你不可能真空啊 所以他其實會是這樣 然後他也上去了 OK 他也會上去 這個交叉呢 其實他會發生 就是我剛才講的 紫插型的 你知道嗎 他會形成這樣 然後他這邊 你知道嗎 我不好畫 就變成這樣 然後這邊呢 他就會形成這樣 就會形成這種三維性的結構 就是他這邊露出來了 他這邊露出來 他這邊這樣上去 這個蠻複雜的流場 然後他這邊呢 他就會 露出一個這樣 交叉 像fork一樣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洞 讓他的氣流從上方 從上方流下來 再上來 那如果板子更大呢 這邊又沒了 對不對 又沒了 他還會再抽另外第三道 他會繼續抽 也是這種交叉 那就很複雜了 但是這個確實是這樣的 所以 其實一般場 說如果 如果說你會 如果你想了很多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個畫的怪怪的 你知道嗎 這畫的怪怪的 你說 這個氣流怎麼會從上面 又把它拉下來 其實不是真的從上面 把它已經走一半 再拉下來 不行 不可能的 那 其實不是 是從他的右上方 外圓的上方這樣 抽進來 OK 所以 可是很難表現這個圖 所以一般書就這樣畫 幾十年了都這樣畫 其實中間還有一些學問在裡面 還有一些細節在裡面 不是這樣畫的 造成 其實可能會造成一些誤導 不過anyway我們現在 大概只是告訴你 其實這個現象 還蠻有趣的 比這個圖畫的複雜得多 OK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